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天 今天我們會開一隻新遊戲,叫Ace Attorney 直譯就叫王牌律師 有一個好聽點的名字,就是逆轉裁判 這個遊戲很多年前我已經玩過一次 這次有三集,我已經忘了自己有沒有成功爆機 或者某一集是沒有玩到 不過不要緊,我們先設一些東西 暫時它只有日文和英文 所以我們會玩英文,因為日文真的看不明白 應該都有很多集,我們可以慢慢玩 開著第一集先吧 在滴血 Gaps 一些喘氣的聲音 沾滿了血的石像 有些人拿著 石像應該是打死了這個女人 欸,糟糕了,為什麼是我呢 我不可以被人捉到的,不可以這樣 我一定要找些人去頂爆 就是這個男人去殺人 就好像他那樣 他閃得很快 我一定會做到好像他那樣 8月3號9點47分 我們在法院那裡 嘩,我好緊張啊 Mia叫我們吧,聖報堂 嗨,老闆 嗯,我很開心,很準時來到 我告訴你,我很感動啊 一些殺案件這麼快就有人來搞 你和你的客人之間應該不太簡單 那我告訴你,因為 我撐他一個人情 人情? 嗯? 你只是說你一早已經知道被告了嗎 啊,說是 其實在工作上欠了他 所以為什麼我成為了一個出庭的律師 啊,這是一個新聞來的 我很希望可以幫到他 因為我欠他太多了 因為我欠他太多了 有人大喊 玩完了,我的生命我所有的都玩完了 這個是不是你的客人在大喊啊 啊,是他啊 不想逆啊 總之他是大喊生生死死的 啊,出完了,我們的被告 叫Larry 兄弟,我有罪啊 告訴他,我有罪吧 啊,要我坐死刑吧 我不怕死的 什麼?什麼事啊你 我已經玩完了 我已經玩完了 我生存不到這個世上 如果我沒有了他,我生存不到 誰在我身上拿走他啊 誰在我身上拿走他啊 誰在做的 啊Larry,你一定要告訴我 誰拿走我的寶寶 那個人對於你的女朋友死亡 就是誰殺了他 是說你啊,帥哥 現在這傢伙被告他是謀殺 OK,現在介紹一下我的名字 我叫Phoenix 不要理他,我叫聖寶堂 我第一單案很簡單 有一個很年輕的女生 在家被殺 現在拘捕了他的伴侶 叫Larry 我的好朋友 讀書時期的好朋友 我們讀書時常常說 如果有什麼怪事發生一定跟Larry 他總是常常拿屎上身 不過有件事很肯定的就是 其實都不關他的事 他只不過真的不幸 我比任何人更加了解他 他是一個好人 我欠他人情 所以我一定會接他的案子 去幫他洗脫這個業務 我一定會做得到 8月3日早上10點 依然在地方法院 好,現在開始去審訊了 Larry 啊 控方已經準備好了 立法官大人 呃,呃 辯方都準備好了 嗯 怎麼鬼啊 成報堂先生 這次是你第一次的審訊 是不是 事的法官大人 啊 有點緊張啊 我 你看這次的審訊所做的事 會影響到你的客人的命運 謀殺很大罪 我很希望你可以控制到你的緊張情緒 多謝 多謝 情報堂先生 看看情況 我想我們需要測試一下你的閱讀能力 是耶,法官大人 嘩 嘩 嘩 手腎啊 眼神啊 好,我們測試會不會有少少問題 麻煩你告訴我們 辯方是誰 這個問題是真心低能 可以選自己 選Larry 還有Mia Mia Mia是 是 剛才的女生 那我們選中間那個吧 被告是Larry 對,硬正確 下一條問題 應該是謀殺審訊 麻煩你告訴我 哪一個是被殺的那個 這個我知道 幸好我來之前有看到一個報告 欸,慢著 我是 我忘了 我現在完全是空白的 聖母湯 你是不是傷了啊 你竟然不知道那個被害人的名字 我當然知道那個被害人的名字 我啊 突然間忘記了 雷姬告訴你 人和人 現在是在報告裡面 按按按鈕 記得 久不久要檢查一下 他了 好 成本堂先生 究竟被害人 我們先找一份報告 這個是個廢杖 這個叫Cindy Cindy是被殺的 7月31日4點至5點被殺了 死因是流了太多血 因為被 硬的東西撞到 弄傷了 嘩,很陰濕 名字很像 那個名字 名字叫Cindy Stone 為什麼會知道他的姓 只有一個名字 他死是因為 他說他被打傷 有一個硬物撞到他 他被人撞到 正確 正確 你已經回答我所有問題 我們現在開始審訊了 現在好像很放鬆 多謝了 罰官彈 其實我不是很放鬆 首先要問問控方 成本堂先生剛剛告訴我 鼻涵被撞到 可以解釋一下 空氣就是這個石像 叫The Finker 在地下 找到他在避漢旁邊 好,我們現在接受了這個做植物 變成了做The Finker的象 也挺重的 聖報堂 你一定要很留心的植物 植物就是我們唯一的武器 我們用TAP就可以去看這個植物 好,那我們現在可以傳召第一個目擊證人 恐慌要傳召被告 Larry上台 老闆 我現在要怎樣做 我們要留心 我們不能錯過任何有關關鍵的事 一會兒要給他反應 所以我們要準備好了 希望他不要說錯什麼 Larry很容易就會很興奮 很緊張 這不是一件好事 Larry先生 最近是不是被被害人 拋棄了 嘩,你看路啊 我們還在一起 我們就像浪馬歐和朱穴一樣 然後那個不認定 不是很會叫 蛤 他們不是全部都死了嗎 我並沒有被人拋棄 他只不過是不聽我的電話 和不見我 以後都 Larry先生 你的形容就是我們所謂的 被人拋棄 事實上 他是放棄了 去見另一個男人 他剛剛在海外回來 一群人一直回來 就在被殺之前那天 什麼叫其中一個 說謊說謊我不會相信 麻煩你看看被害人的護照 他剛剛在巴黎回來 殺被害之前那天 護照可以證明到 他在7月30日回來 就是被殺的前一天 兄弟 沒可能 被害人是一個模特兒 但他找不到錢 看來他有很多Sugar Daddy 即是那些 那些什麼 找些老伯那些 是吧 Sugar Daddy 對 一些老人家 給他很多錢 那他會拿他的錢 去支持他買衣服 買成那些 我們現在可以很清楚 Ms.Done 是一個什麼為人 告訴我 Larry 你現在怎樣看他 其實有什麼關係 他想著這個可以做我們的殺人動機 是嗎 聖報堂 我想你不會想他問這條問題 啊 對 Larry現在 就 被人問到 我應該 就 看好情況 當然不讓他問 對吧 我的客人 根本不知道被害 是見到另一個男人 而且這條問題 根本跟單案沒有關係 兄弟 阿Lick 什麼叫做沒有關係 Date 我很想死 我真的很想死 我們繼續審訊吧 好嗎 我相信 那個行為 大家都很清楚 好 下一條問題 你當日 是不是有去到 被害人的家 有沒有 到底有沒有 嘻嘻嘻 嘻嘻 maybe I did 嘻 我可能有或沒有 他想怎樣啊 我可以怎樣做啊 我可以怎樣做啊 我們是不是要阻止他啊 不要讓他回答 我現在要 看一下 like like and adopt 我忘記了 你忘記了 那現在我告訴你 我不好 好啊 預感啊 我們有個目擊證人 是見到你去了 那個廁所 在那天 嘻嘻 這件事不是很簡單 目擊證人是誰 就是那個 發現到屍體 那個人 他見到被告 是逃離了現場 收爹 收爹 不要吵 恐慌你們可以傳召證人 在案發當日 我的證人 正在推銷報紙 麻煩你 請帶阿Frank 上台 這就是那個兇手 剛才他提到 啊 不認識他的姓 你是不是做推銷報紙的 啊 是啊 我是買報紙的 好 你現在可以開始作證工了 麻煩你告訴我 當時發生什麼事 好 現在正人就開始作弓 我當時在逐家逐戶推銷報紙 我見到這個人 就逃離了一個公室 我猜他也走得很急 因為他到門 離開的時候 是半山的 因為覺得有古怪 所以我就 走走看 我見到一個女人 就躺在那裡 不動的 我當時怕到 不敢走進去 我打給警察 但是呢 他的電話是不行的 那我就走到 去赴允公園 找一些公眾電話 我記得那個時間 就是剛剛好1點鐘 那個人走了 那個人 就毫無疑問 就是被告了 嗯 啊 Larry 為什麼你不說出事情的真相呢 那我很難幫你搞 搞定這個證詞 為什麼被害人的電話 是不行的呢 反觀大人 當時呢 就是 大廈停電的 哦 原來那個電話 原來會 啊 是啊 一些無線的電話 都會不會很正常的 用得 那個人看到的電話 就是其中之一了 反觀大人 我們有個紀錄 是關於停電的 是給你看的 這個證明到呢 他在下午中五時份 至六點鐘呢 都是停電的 你現在可以開始盤問證人了 沒錯 聖寶堂 我們就需要做這件事 那我現在已經怎麼做呢 我們要指出了些大話 在證弓中指出了些大話 大話? 他說了大話? 你的客人是無辜的 那一定是他說大話 還是你的客人是有罪的? OK 總之我們要抓住我們的證弓 我們要找到當中的矛盾了 那首先呢 那矛盾就要在那個紀錄裡找到 然後呢 再去Present給那個法官 告訴他有問題 按TAP就可以指出矛盾了 那現在我們就可以逐個逐個去盤問那個人 那先按什麼按鈕是盤問 哪一個按鈕才是 Escape Press和Present 分別 Kill 試一下按Kill 慢著 有人離開那個Apartment不是很正常嗎 我覺得很古怪 為什麼你會留意到他呢 我不知道啊 他只不過是很古怪 他看起來好像很生氣 就好像剛剛做完一些罪案 練方要求他解釋一下 他的證詞因為是很推測性 當然啦 只是看起來很古怪 很有可疑 那之後呢 我們其實不需要逐個按 只不過可能發現有什麼古怪的東西 就按他 停一停 慢一慢好一點 1點 你是不是很肯定 是 絕對肯定 嗯 他好像很有自信 1點? 聖寶堂 你不覺得很古怪嗎 我們快點用一些證據去指出他的矛盾吧 應該是這個 指出4點至5點 你找到一個屍體時間是1點 是不是很肯定 是1點 肯定是 根本1點沒有屍體 這件事 麻煩你解釋一下 那3個小時發生了什麼事 一點都不重要 那個證人只不過是忘記了時間 嗯 聽完證詞之後 我覺得很難再相信他 究竟你在什麼時候發現到屍體 是不是1點 欸欸欸欸 欸欸欸 有喔 這是一個好問題 做得好啊 成寶堂 我們抓到了 我們現在要做的事 就是指出矛盾的地方 說謊就會帶來更多謊 只要我們搞定一個 他整個故事就會被我們擊破了 欸欸等一下 我現在記得了 你現在是不是想要重新作證啊 Round 2 好 第二次作證 The Time of Discovery 當我發現到一個屍體的時候 我是聽到一個時間 是有一把聲音在說時間 可能是由電視機走出來 但是他遲了3個小時 是不是 那我猜那個 地害應該是在看一些錄影帶 自己做低的東西 所以我就會以為是1點了 欸 非常抱歉 搞不了 搞不了大家 裝了東西 沒電 怎麼看電視啊 嗯 你是聽到的聲音是一個綠像帶 是吧 好現在可以審訊 不用審了好不好 已經知道什麼事了 說謊 平電何來有電視機看 我們可以直接跳過去指證他 看片 是解釋到的 對 他的審訊是這麼簡短的 就是我們直接指證他 不用再審問他這麼多東西 拿一個停電報告給他 對 等一下 控方明明說 那段時間是停電的 根據這個紀錄可以證明到 嗯 你根本就聽不到電視機聲 或者是提人看影片 嗯 辯方說得有點 你可以解釋一下嗎 嗯 我開始有點混亂了 怎樣啊 開始暴走 啊 我記得了 麻煩你啊 可以說一些真實一點的東西嗎 你這樣下去呢 我們很難相信你了 而且你看下去好像很心煩意戀 很對不起啊 法官大人 嗯 我一定是太過震驚了 好 好 我們一重新再聽一次你的整詞 好 老實說 條了這麼多謊話 已經可以見到他什麼不誠實的證人了 其實呢 我不是聽到 我是看到的 有一個桌鐘在那間屋裡 對嗎 對 那就是空氣 那個 殺兇手呢 就是用這個殺人 這是我看到的東西 是不是short的 空氣都不是個鐘 好 我們可以盤運 不用盤運了 直接吧 拿回石像 塞在寫人頭上 是不是這個 用這個 還是用報告呢 用這個 等等 空氣並不是一個鐘 是一個雕像 為什麼你會覺得它是一個鐘呢 你的答案和你的證據 你覺得你是誰啊 你回答我啦 哎 廢話 我看到是一個鐘 嗯 根據目擊的情況 其實那個 雕像是一個鐘 那條頸 有一個開關 其實它是可以報時的 不過它看上去一點都不像一個鐘 很對不起 是我道歉 OK 所以那個空氣的確是一個鐘 那看上來 那個證人說的又是對的 你們還有沒有其他問題 那是不是真的沒有問題 如果答沒有它會不會輸的 嗯 我覺得沒有了 如果這個是一個鐘的話 哎呀 成普堂啊 你是不是殺了 那個鐘 也不像一個鐘 那我目擊證人 又為什麼會知道它是一個鐘呢 只看 它根本沒有進去那個公室 是否有什麼問題啊 啊 辯方還有什麼要補充 那我們一定要補充的 我一樣知道它是一個鐘 就是它拿著手 但是呢 那個目擊證人是根本沒有進去那個公室 那很明顯有矛盾啦 那個目擊證人知道它是一個鐘 是因為它是... 是... 是... 在...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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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說謊的 是進去那個... 屋裡 我可以做到... 可以證明到是誰殺他 是你拿一個鐘吼它 然後呢 吼的時候呢 就按了一個按鈕 然後保持 所以你就可以聽到聲音啦 發聲一定在你的腦海上很有深刻的印象 嗯...又是這個血象 因為你... 吼它的時候 它就有發聲的時候 那聲音就會... 很深刻啊 真的 所以你才按肯定那個鐘數 找到monster 細看吧 這個只是一個... epend Trans 書一向 麻煩你看看到這個袋子呀 嘩 它的袋子可以做到根據 阿 那你有沒有用個鐘去打人 我喔喔喔 那時候都不 ườ estado 暴走啦 開始失控了 頭髮脫了 這好像撕掏了自己的頭髮 是假髮給你 Shut up!Shut up!Shut up! 我好討厭你啊 是他!我告訴你 我見到他 他是殺了個女孩 法官大人 請你第一陣 根本沒有証明辯方的說話 啊!成本堂先生! 你說那些聲音 是由鐘走出來的 你有沒有証明到呢? 嗯 我們要更加小心 那他聽到的聲音 一定是鐘的聲音 我們可以證明到的 Assemble the cross-battery Ask the labor 我們應該去試一下鐘 沒理由 鐘有沒有電 這兩個沒有關係 應該是第三個 那麼簡單呢?我們現在就試一下鐘 可以拿到鐘來試一下 嗯 我們現在聽一下鐘 好奇怪的 嗯 嗯 好奇怪的 嗯 因為他是Finker 所以他是這樣 OK 我們已經聽完了鐘 我們有沒有什麼結論 你可不可以告訴他 現在是十一點二十五分 咦? 沒錯! 鐘其實是三個鐘頭慢了 那就可以解釋到 為什麼他聽到的鐘聲 和真實的死亡事件有差距了 你忘記了一些東西 但又有什麼話說呢? 或者鐘真的遲了三個鐘頭? 不過他證明不了什麼的 那你怎麼證明到 是那一天遲了? 如果你證明不了的話 你就沒有這個案子了 看來你好像沒有足夠的證據 去支持你的結論 嗯 有的 好不幸 我們 這個個的盤問已經結束了 我來這裡是為了做作證 竟然你們把我當成罪犯一樣 你們這些律師真是離譜了 對不起啊Larry 我失敗了 我現在只可以做這些事情 慢著 嗯? 就這樣出聲啊 聽著的城堡堂 我們不可以就這樣走出去的 不可以這樣的 我們一定要想 但是 完了我們 我們證明不了鐘在空岸那天 慢了 沒有人可以證明到 剛剛這樣 但是不代表我們會輸 我們一定要想事情 跳出一個框框 我們不要浪費時間去壞一些事實 問一下自己 為什麼一個鐘會慢了三個小時 我們知道原因 我們就可以做到證據了 是不是? 快點想一下為什麼一個鐘會慢了三個小時 在這個時刻 就算我現在不知道 我也要按YES 嗯 等一等 或者有一天可以證明到的 好 我們現在要拿出來 糟糕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為什麼要去晚三個小時 啊 我們現在有一個證據呢 在這個記錄上可以做好證據 有什麼可以證明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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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沒有關係 這個沒有關係 對方的護照還沒有用過 對 其實所有證據都應該用一次 現在只剩下一個護照 我猜應該是護照 避害是剛剛回來的 而我們也知道 時間是有時差的 和巴黎 當他在下午4點的時候 是至一早上1點鐘 即是說 那個鐘不是慢了三個小時 是快了九個小時 避害是沒有去reset到他的鐘 快了回來之後 所以你聽到那個鐘聲的時候 是錯的 他那時候死亨他那一下 他真的錯了 但是為什麼 為什麼他去旅行 為什麼他帶著那個鐘呢 我是想不明白這件事 我現在證明到給你聽 是不是 好八婆 不知道為什麼 人都不見了 現在 收爹收爹收爹 這件案子看起來 已經完全不同了 Painty先生 人家的證人 是他已經被我們拘捕了 嗯 很好 城堡堂 我要說我非常感動 我猜不到 我可以看到一個 一個案子這麼快完成 多謝 在這一刻我要很正式地說 我們的被告人Larry 是沒有罪的 我表示法庭 竟然在法庭上放彩帶 我們發現到 Frag原來是一個 慣例爆洩的人 他會借著賣報紙 來進去人家 OK 在那天 當Larry 離開了他家庭 的時候 被害人根本不是家 他等他離開了之後 他就開始做他的傷害工作了 OK 當他在找他房子的時候 被害人又回來了 於是乎 就拿他最近的東西 去撐他 OK 這個就是那個案發情況 是 聖母堂 做得好 恭喜 多謝老闆 這一場仗是靠自己去打贏的 我都很久沒試過一件案子 是完結得這麼爽 我們都沒見過老闆這麼開心 如果他也這麼開心 那Larry一定會很開心 我人生已經玩完了 Larry你不是應該開心嗎 你又做什麼問題 不用怕 我應該很快就會死 那我們的逆轉裁判 就先玩了 我想我應該會繼續玩完三集 如果大家喜歡這個系列的人 記得給我like 和share給你朋友 如果想繼續看我其他影片 就記得follow和訂閱 我們下一集再回來繼續玩 拜拜 在家裡